国际方面的消息 根据俄罗斯塔斯社在2号的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师生会面的时候表示 在不久的将来 俄罗斯和伊朗将会达成一项新的全面伙伴关系协议 这将是俄罗斯与伊朗新领导层关系的象征性一步 此前 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以及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曾先后表示 俄罗斯和伊朗已经就相关协议的签署完成准备工作 并将会很快进行签署